61岁的卡洛林一开始左脚不舒服,去医院就诊 医生告诉他罹患癌症,接受治疗后却无效 求医过程中,他也尝试了津巴布韦当地的民俗疗法 情况依旧没有改善 他的腿24小时都在痛 最后医生只能给他止痛药 因为得病而失业,他的生活更加困苦 不久后,他的右腿也有相同的症状 遇到原始点时,他得病已一年八个月 志工帮他按推,用姜汤清洗他的双脚伤口 同时,加热姜豆袋温敷他的原始点 让他喝姜汤并在洗净的伤口撒上姜粉 他一天补充三次内热源 每次一大匙15毫升,姜粉配上180cc的热开水 除此之外,他也加热姜豆 趁姜豆还热时,要先放进袋内包好 再把姜豆袋放在膝盖上温敷 虽然心结的加颜色和原本肤色不同 但他的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,卡洛林可以正常走路 也已经开始工作 目前,他的体力精神皆已恢复正常 脚部的伤口,愈合也更良好